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福建泉州发生灭门案,照片流出,细节曝光 2月18日,福建泉州发生灭门案的消息,在全网刷屏 刑板释放男子已因感情纠纷报复行凶,令网民震惊 随着媒体的关注和当地网民的深挖 这起案件的诸多内幕和细节曝光 网传消息表示 凶杀案2月17日晚上发生在福建泉州南安罗东镇新民村 一个浮丸形的男子杀害女子一家人 从网传的图片来看,当时夜色很黑 该案曝光后引发网民热议凶手为什么杀女子全家 在评论区下面,有大量网民跟帖评论 其中一名网民写道 那个女的,虽然退了彩礼,但是告男的强奸,男的判刑刚出来 并有网民留言,该男子入狱三年 出狱后,档案有了污点 做什么都不顺,被人看不起 歧视,难找工作 说不定还欠了债务 这些想想就心寒,生活无望 所有这些可能就是造成最后结果的导火索 该案持续引起关注,有了最新消息 大V求使者的文章表示 据当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爆料 凶手是一名刚服刑完的男子,姓刘 是罗东镇新民村人 被害人也是罗东镇新民村的 疑似是刘某女友的家人,共有四人 包括女友的父母,奶奶和弟弟 男子行凶后自伤 该知情者称,男子行凶前疑似服毒 然后持刀到女友家中杀人 刘某杀人后,对周围的人说 女子骗了他十几万 另一名知情者也表示 被害女子应该是男子的女友 两人因为情感纠纷,导致悲剧发生 案件发生时,女子不在家 关于这起案件的事发原因 来自当地的多名网民称 刘某本来和被害女子是男女朋友关系 刘某给了女方家十几万彩礼 但是女子后来毁婚 不仅不退还彩礼 还告男子强奸,导致男子坐牢 男子刑满释放后感到很冤屈 于是动了杀心 针对这起案件 2月18日,陆美与当地村委会取得联系 求证此事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17日,当地确实发生一起刑事案 至于案件事发原因和伤亡情况 该工作人员称,案件已经移交给刑警 凶手正在抢救 具体细节暂不方便透露 当地殡仪馆一名工作人员称 17日当天,他们确实收到了来自罗东镇新民村的死者遗体 至于死者的数量,该工作人员称具体不太清楚 该案进展引发网民持续关注 但是官方始终未通报此案 网民有态度网友06FRPG跟帖表示 即使女方有天大的错 她的家人也是无辜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下次再见